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手臂又有红疹出现,然后发红,发热,发痒,脸上也有点痒,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一个像车轮一样的东西 边上有一个像齿轮一样 那个齿轮不是说这样的齿轮 它是圆圈是这样的话,它那个往这样有点的 好像这样的,然后像一个车一样的东西再往前滚了 再往前滚了,滚的是跟下面从地面接触的时候 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个方向,但不一定是测冷的 又像倒坯,又像测冷,反正在滚,在滚,在滚,在滚了 一直在滚,一直在滚,一直在滚,一直在滚 一直在滚,这个一直在滚 好像是太阳,这个在滚,这个在滚,那边也在滚 那边也在滚 然后一滚以后,就发现我们俩的链桥 链桥就开始跑了 原来我们是静态的 前面我们看到链桥只拉到两边,没看到链桥在跑 原来看到的要跑也是费地跑 没有看到链桥在跑 现在我看到这边太阳在一转的 这边太阳一转以后,那个链桥在 另一边再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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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在跑了 好像挺联动的 这边也在跑了 这边一跑一个呢 那个也在跑了 那个不是还有吗,也在跑了 这个跑了一个,发现那个 从那根现金过来的那根链桿也在跑了 然后那个也在跑了 那个也在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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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八个大根都在跑 八个也在转 好像挺惯的 刚才我一看到就看到一个东西在转了 好,它停下来了 一停一刻 这个也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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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边也停下来了 然后它又转了 又转了,把它一起动了 同时的 不是说我这边的洞 传到那边 如果传过去那虎车的话 虎车头一动了后面拉着车厢再跑 是前面再跑来后面跟过去 不会在铁路的里面 比如说我洛杉矶一个虎车开动了 不会那个纽约那边 那个马上就有联动了 它不是就联动了 这个太阳一转 马上这个链桥啊 正面在转它的镜头也在转 然后这个黑链桥也在转 那几个都在转 联动的 实际上前面有些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不知道耶真的不知道 我没看到嘛 我只是看到静态的几个机构嘛 没看到动态我说我回答不了 今天看到是联动的 你说我看到这是联动的 我看到这是联动的 我看到这是联动的 你说这个红太阳 一转动的话 那八个黑太阳 同时在转动 这个红太阳一转动的话 那八个黑太阳同时在转动 然后呢 这八个面条也同时在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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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在转动啊 现在今天看到都动态的啊 这个太阳在转动 红太阳在转动 黑太阳也在转动 那这个转动 还是固定在这个位站在转动啊 黑太阳还在这儿 围墙没有跟他一起转了啊 那个围墙没有跑啊 围墙还是固定没动啊 然后黑太阳也在转 然后那个红太阳也在转 然后这个时候再一看 在这里面好多星球在转 好多星球在这趁着这个方向在转 好多星球趁着这个方向转 如果从上面往下看的话 那就逆时针在转啊 逆时针整个在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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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围墙没转啊 围墙没转 围墙上的黑太阳没转 那个红太阳在原地啊 红太阳在原地啊 八个黑太阳 在转动 但是在原地转动 这个围墙没转 然后这个围墙和太阳之间的 所有的星球都在 都在一时针转 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是 圣子针在转 还是同样才转 同样才转 同样才转 也就是像我们那个 我们如果趁土车到一个地方 老家在哪里就是哪里 不会说 我这一次的老家是在那个 在那个天津 隔了几个月 我的老家就转到了北京去了 我们地球上就是 那个铁路在哪里就是哪里啊 发现这个是转的啊 明明它这个星球啊 原来是要到这个 一号 一号黑太阳的啊 它慢慢慢慢 它如果下次 必须要过来给大家送东西的话 要到二号 黑太阳那边去了啊 再转了一段时间 你送到同个星球 要到那三号黑太阳那边去了啊 在这里边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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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前来听人家认识的问题 我回答不了的 再转 然后再转啊 发现再转 你说你说我 你说这个运动 我看起来了啊 你说红太阳在原地转 红太阳在原地转 就运动在转啊 运动在转啊 八个黑太阳在运动转 八个黑太阳也是运动转 然后链桥在它们之间转 这链桥在它们之间转 连到黑太阳 红太阳和黑太阳连起来啊 它们就这个链桥在跑啊 再转 但是链桥的方位也变掉 就是没有说这个 这个链桥的方位也变走掉了 它没走掉 还在原地位置上 只是链桥在运动啊 链桥在运动啊 我们所说的飞铁到一个星期 到另外一个星期啊 或者从那个太阳到那个 红太阳的黑太阳之间的 那个飞足不大时间啊 实际上不是它没飞 它也没动 就像一个蜻蜓啊 脚站在那个杆子上面 杆子在跑 也就是说 这个轨道在跑啊 它没跑 就是站在上面 哇一下子啊 3.5天就到了 3.5天啊 哎 第二个刚才 发了一个给你看 我说那个找个几年 一个时间啊 一个时间就提到了一个 3.5 3.8 4.9 原来是八根呢 八根有的松掉了 有的没松 就像我们随机的啊 没有松掉的就是3.5天到 松掉了一点 3.8天 最松的就是4.9天 然后前两天我们把它拉紧了啊 拉紧了都变成了3.5天了 哎 也就是说 像太阳方向3.5天 如果从太阳方向 那边就3.4天 通过那个两年 两年前啊 讲的一模一样 一点没错啊 再说我我还是看了 看了的图片 不是脑袋里记得啊 脑袋里我肯定不记得 我今天那个 人家叫我找出来 我去找了 找了一个 我在一起 然后去 把我自己下去 基本上就一点没没差错啊 只是当时不知道 为什么说了几个肚子啊 后来才知道八根了 因为那时你没有看到这些嘛 只是说 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他们之间不知道 多长时间啊 哎 把这个信息搞明白了啊 原来就是说起他们也觉得 也不舒服他们也不复杂 也就是说 红太阳和黑太阳之间 有八根 每个连一根 有八个黑太阳 然后呢 有八根裂桥 从他们一个个连上去 然后 这个黑太阳固定在那地方 再运转 一运转以后呢 那个裂桥啊 就是互相直接在转了 是他们之间 为了这个再运转 然后呢 其他信息在逆时针前转 在逆时针前转 因为它是逆时针前转的 只有那个 其他部的飞碟 原来也是逆时针前转的 几乎没有 甚至针前转过 飞碟 都是那个方向的 后来呢 我告诉他们的那个 我说你那个转了一个 就有时刻 总是胜在一个方向的话 总是胜在一个方向转的话 那会弹出的影响了 所以呢 最后呢 两边转了 他们也制限了一段时间 两边转 逆时针也转 胜时针也转 后来转了一段时间 他感觉好像胜时针一转以后 他们不习惯 不习惯 基本上还是说是逆时针来转的 他们有一阵子是 胜时针和逆时针同时进行 后来发现不习惯 因为那个星球也是逆时针嘛 他也是逆时针的话就顺了 如果反过来的话就不顺 所以稍微转时针一段时间一个 后来还是逆时针 当然了 他非得有这个功能 你如果叫他胜时针 也可以 但那有点比你不太习惯 所以呢 目前还是做的是胜时针 这个看清楚了 然后这个 这上面 一个黑线上面连出来 连成了八个 八个小胎一样 比他起起小 八个 你看这八个 八个在原地也会动 他也在转 但是在原地转 原地再转 原地转就转 然后他们之间有那链条 连着 这个链条比那个粗链条要细一点 因为这个球也小了 细一点 它竟然固定在原地上没动 那边也是一个黑天 连大个黑小太阳 也是 这边也是 这样就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小黑太阳的话 小黑太阳基本上是在后三分之一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背链要过来的时刻就上了这个轨道 那个轨道运动才好 运动才走啊 因此你爬上去 这爬上去它就带过去了 爬上去就带过去了 这个轨道的同时你又过来的 你再爬上去就可以了 就像一个传输带 就这个传输带 只要爬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今天另外有补充一个 当时呢 那个我曾经林牌当中 讲到的虎星人呢 因为第一 太阳太近了嘛 这其他星球 远处的星球 这个车辆 它们的星球图太阳之间的基地啊 它们要印钻了一段时间 看看那基地有没有变掉啊 所以测试的时候呢 发出一种 一种光源 光线 然后带花纹的 也是逆时程旋转的 然后发掉到太阳以后 迷到太阳以后反射回去了 反射回去了的图像是一样的 那么它接收到一个 如果一个信息 它接收到了啊 一束光接收到了 从发出去的图像是一致的 那就表明是它发出来的 所以每一个星球发出来的信息 都是 都是旋转的 都是逆时程旋转的 都是在花纹的 然后呢 那个水星进进了 离太阳太近了 离太阳太近了 离太阳太近的时候呢 那些 银河细节的那个星球啊 照到太阳上的光线 要么 还没到达的时候 就找到 射到的水星进进了 要么 穿过太阳的时刻 也穿过来了啊 总是把它们 大气氛破坏掉 那么大气氛破坏掉了以后 它们就不太容易 在那边生成了 所以呢 那个金星人就搬走了 搬走之前呢 来到地球上面 送了地球人的那个礼物啊 就在 自己的叫 那个叫 不和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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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和气岛呢 离那个本土很远 一个孤岛 然后呢 在孤岛上面 做了一个宇宙图 宇宙图的中心是太阳 然后放一个 那个 雕像 然后呢 离开了一点点 放第二个脚下 往疏后一点 第一个就是 太阳子以后 然后水星进行地球 虎星 木星 土星 然后这样下去了啊 然后到了银河地系的以后呢 它就排十亩高 它放在地球上的时候呢 是背对着大海的啊 告诉大家就是 外星人是不喝水的 表示了 不吃饭不喝水的 含有在这里边 所以呀 我们一般呢 中国 世界上我们地球人 坐在那儿 掉下什么之类的 一般如果海边的话 就肯定面对着大海的了 它就反过来 背对着大海 银河系的这儿 美派前五个 表示星团吧 然后呢 它告诉我们 后来因为 他们那边 大气团总是被破坏掉以后 它搬家了 搬到银河系里面呢 地气星团 那机器人呢 搬到地气星团 然后呢 在搬家的时候呢 发现 在银河系里的 第六星团上面 发现了水 那么 他留了一个 跟地球人送礼物的时候呢 就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要去那个 要离开地球的话 你生活到其他星球上去移民的话 那只能移到银河系里面的 第六星团 他们的地气星团 虎星人呢 不是虎星人 水星人呢 金星人 金星人的地气星团 他告诉地球人呢 地六星团有水 你如果想去的话 你可以移到那个 地六星团上 所以呢 那时候我排的是个 刚才第六星团 那个星团到太阳 多少时间呢 是3.8 但为什么是3.8呢 也有可能 他这个星团啊 离那个 那主干长 还有一点基点啊 他要飞过去啊 飞到那个 爬上去一个 然后再过来啊 那可能就飞过来的时候 画了0.3 然后爬到这上面 再画了个3.5 合起来就是3.8 那就是3.8天到了啊 应该是这么回事 之后呢 那些星团呢 他们谁是被上车 反正那个轨道在框吧 油帆这边的油帆那边呢 他飞着爬上去 然后就在传送袋子给他 给他送 就像呢 有时候我们出汽旅游的时候 汽车上的那个 凸车 或者上的那个火车 然后到了目的就开下来 再自己开 那自己开的时候 速度就慢一点 就灵活 当然灵活 有点像这个意思啊 有点像这个意思 哎 你说 你说 我看到那个传送袋子 你说我看到传送袋子 嗯 我看到传送袋子 传送袋子 传送袋子 有好多飞碟 传送袋子 有好多飞碟 它是 相当于脚踩在上面 它相当于脚踩在上面 相当于 现在有飞的停在你胳膊上 相当于 这样就红了 红了 然后呢 这个飞碟硬转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任何机械 包括飞碟 硬转的时候 会发热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今天我知道了 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飞碟硬转的时候 也是不会发热的 所以呢你身上有点热啊 就是那个红肿的地方 红肿是被它 飞碟的脚踩下来的 相当于一个鸡啊 一个鸡的两个脚 站在上面啊 然后呢 那个鸡咋的 发热了 然后你身上就发热了 又红 又痒 诶 站在那边嘛 又热 在你胳膊上呀 你这个肺点啊 相当于有点鸡啊 有点鸡啊 啪啪啪啪 飞上来了一个 放上面一站 站了一个 结果这个传送带又在跑啊 又在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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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来的也是啊 这踩在柜头上 他自己跑了啊 诶 你说我看明白了 他们之前就是一个传送带 诶 诶 我看明白了 他们之前就是一个传送带 诶 任何东西只要站在这个传送带上 就自己被他们带着走了 诶 任何东西只要站在那个传送带上 就被他们带着走了 诶 这个速度 不起就于 站在上面的东西 而起就于这个传送带的速度 诶 这个速度不区别于这个站在上面的东西 而区别于这个传送带的速度 诶 传送带正常情况之下 从太阳方向 那远速度的话 就是3.4天 只完全程 诶 诶 传送带正常的速度 就是从太阳到最远端 要花3.4天 诶 诶 传过来 从最远到太阳方向 要花3.5天 诶 传过来 从最远到太阳 要花3.5天 诶 假如这个链条 时间长得松掉的话 越是松得厉害 那么 它走的速度越慢 所以呢 要花的时间要长一点 诶 假如这个传送带松掉的话 那它速度就变慢 诶 它传送的时间就变差了 诶 这样的情况下 要过了一段时间 诶 要检求一下 把那个松掉的传送带 再把它拉紧 诶 如果这样的话 过了时间 就要对它进行检求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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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们看到的似乎 很原始 诶 诶 我们看到的似乎 挺原始 诶 诶 但是结构那很多 诶 诶 这么多年过去 还是这个样子 诶 诶 诶 脸条 练习有点松掉了 练习有点松掉了 松掉的时候练习有点抖啊抖的 好像抖的是抖到你胳膊上 有点抖 你说知道 我知道了 我胳膊感觉到有点动 我知道了 我胳膊上感觉到有点动 这个是练习有点松掉的问题 所以你说 自从把链条拉近以后 我再也没感觉到震动了 自从把链条拉近以后 我再也没感觉到震动了 我再也没感觉到震动了 然后你说 我现在在银河系里面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宇宙 我现在在银河系里面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宇宙 我现在在银河系里 远处有个红太阳 远处有个红太阳 近处有个黑太阳 近处有一个黑太阳 看着见吗 看着见 听到吗 对 近处有个黑太阳 近处有个黑太阳 远处有八个黑太阳 红太阳有黑太阳 远处有面条拉着 红太阳和黑太阳之间有面条拉着 那是传输袋 那是传输袋 有八根大的传输袋 如果飞脸要跑来跑去的话 它们先飞到这个传输袋上 如果飞脸要跑来跑去的话 它们先跑到这个传输袋上 然后跟着传输袋手 传输袋的速度 要比飞脸的速度要快很多 然后你说我又看到了银河系里面好多星球 在绕着太阳一时针在运转 然后我又看到一个黑太阳连着八个小的黑太阳 我又看到了一个大的黑太阳连着八个小的黑太阳 飞脸可以从这个传输袋上继续到小太阳上走 飞脸可以从这个传输袋上继续往小太阳 也可以中途在传输袋上直接飞下来 这个也就看它们自己究竟了 到底是黑太阳连着中转下来 还是直接从在中间走下来 这个就是它们自己来计算 因为它是跑的嘛 星球站跑的嘛 它到底要跑到哪个星球站 因为运转 它感觉如果拿个合算它就拿不走 同我们人的想法一样的 反正拿个合算就拿不走 你说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机构寄到脑袋里了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机构寄到脑袋里了 说你已经寄到脑袋里了以后 刚才啊 站在你胳膊上的那个一只机啊 这个机不是真正的机 代表的是飞碟 一个飞碟啊 然后它就有个盖板 原来直接踩在你上面 让你感觉到有东西在 然后你说了一个 把这个问题潜伏清楚了以后呢 在你胳膊上放了一 像那样放了一个平板啊 让那个鸡爪 从你的那儿隔开了 从你的胳膊隔开了啊 然后慢慢慢慢你的胳膊离开了 它还在这个平板上面 然后这个星球从你身上就离开了啊 哦 哦 哦 基本上就 目前就看到这下啊 哦 然后你马上要上盘去了是吧 哦 哦 哦 那就这样我就不总结了 反正那个 折这个下啊 哦 我 我往前再擦一遍 哦 好 然后我在那个上床了以后 然后你把那个 再回头再再呼吸一下啊 哦 反正没有新的东西 对 你实际上已经总结了一遍了 已经总结了一遍了啊 就你自己不总结了啊 回头再看录像啊 那就这样啊 好 好好好 再见啊 嗯 好再见 嗯 好